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男女主和男二的戏份问题提出质疑 认为润玉的戏份要比男女主还要多 干脆叫润玉传好了 这一言论引发很多网友附和 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撕逼大战 还有人造谣说邓伦方面直接开撕片方 引起了更多人的讨论 邓伦方及时出来撇调了 但是讨论愈演愈烈 刑犯们还是比较理智的 因为担心粉丝撕起来影响收视率 进而影响到自家爱斗的风评 剧粉就比较激动了 为什么紧密和旭凤的戏份那么少 编剧是后妈吧 就没见过存在感这么低的男女主 还有一些观众表示要弃剧 这些引战言论对观众心理影响还是挺大的 大家都挺担心 湘密的播放量和收视率下降 尤其是在剧本身质量不错的情况下 出现这种情况就更让人觉得遗憾了 大家喜欢紧密和旭凤在一起的戏份 这点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坦白讲只是某些剧集里 两人戏份少一些 大部分时候男女主戏份还是挺正常的 想象一下 要是整部剧中全程都只有男女主的戏份 其他都是一眼就过去的背景版 那其实也没多大看头 显得很假不说 也看着腻歪 多一点完整人设 剧情才能更丰满 不是吗 大家太纠结于这件事 反而容易给有心之人留下可乘之机 毕竟思起来对谁家都不好 大家还是要理智对待 再说剧情如何安排 铺垫是否过长 都是编剧的问题 大家就不要上升演员了 拍一部剧 演员们都挺不容易的 大家不要背带了节奏 再说主角是否深入人心 也不是通过他每集出场多少分钟衡量的 只要人设立起来了 观众就会记住他 比如镇婚中 微微被那面绑到柱子上三天没露面 感谢观众就会 感谢观众就会